玉莉八通关棒球赛8月11号上午举行开幕典礼 今年一如往常在玉莉高中棒球场进行比赛 共有五所学校的棒球队选手来参赛 借此号召全台各地的选手及喜爱运动的朋友 一起来到玉莉相互交流 投出 好球 好谢谢谢谢 接下来请我们镇长 在欢迎县议会副议长潘岳翔等 总贵宾开球为2020年八通关杯棒球赛揭开序幕 这是一年一度的八通关杯棒球赛 8月11号上午举行开幕典礼 今年一如往常的在玉莉高中举行棒球赛 总共有五所学校的棒球选手来参赛 借此后周全台各地的选手以及爱好运动的朋友 一同来到玉莉互相交流 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的潘政长 潘议员 现在又是副议长 这个时间都特别关心 我们各项是各球类的比赛 从一场杯一直开始到一场公路完成之后呢 要打造八通关道路的通路 所以我们就开始换八通关杯的各球赛比赛 以让政府中央单位能够了解我们地方的需求 玉莉镇体育会旅里中表示 马同关各项赛事举办多年 感谢潘夫议长的鼎力支持玉莉镇的各项赛事 为了培育玉莉镇的体育选手 办理了各项竞赛也提升了玉莉镇的观光 更能够借此锻炼身体的健康 期许每一位选手都能够拿到底 记者高双双玉莉镇采访报道